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尼西米经过了许多的预备工作一步一步 终于开始重建圣城了 而在重建圣城的过程当中 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今天跟你分享一个部分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 在整个接下去 从尼西米第三章开始 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有多少人参与这个事工 而且每一个人建造哪里 清清楚楚 然后你会发现 真的不是少数人参与这个工作 而是他动员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我还是说 一个领袖需要有一个神 给我们的特质和能力 那个能力叫做动员人 那你说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没有这个特质 有的领袖 你看那个充满魅力 我就不是 那怎么办呢 诗篇里面讲到说 能力都属乎耶和华 而且诗篇的作者说 主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 用我们华人的说法 就是主再三地提醒我们 能力都属乎耶和华 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能力 但是能力本来就属乎耶和华的 你靠着他所赐给我们 加给我们的那个能力 凡事都能做 那么我怎么样得着 从神来的能力呢 至少在圣经里面 看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因此我要鼓励你 不要只是每一天听一小段的恩典365 鼓励你真的自己打开圣经来 好好读神的话 而第二个部分 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从圣经里面 至少让我们看见这两个部分 神的道 圣经是真理 是神的话 神的道 神的灵 圣灵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 圣灵 神的道 神的灵 都带给我们能力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而尼西米 他满有这样的能力 他动员大家一起来 谢谢主 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说 哎呀 我们好期待 我们过去有 有私不争 我们有你多深 我们有很多神所重用的一些仆人 其实你相信吗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师父真是尼托生 其实我相信在那个背后 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跟他们一起来服侍 就好像我们读圣经 读保罗书信 保罗的十三封书信 每一精彩 真的好棒 就觉得我真的好佩服这个人 但是保罗 实际上来记载 保罗的每一次出去的步道 都不是一个人 他都是一个团队 他带着不同的人 跟他一起配搭 他知道 他说我们传扬他 他不是说我传扬他 因为他知道 看起来好像是 他站在那个台面上 但他知道 他是在一个身体里面 不是只有一个肢体 就是我自己部 是在一个身体当中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我还是说 今天在属灵里面 我们不是等候一个强棒 出击 有一个强棒 属灵的强棒出现了 一个一号人物出现了 不是 大家一起来 就是最大的强棒 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 在一个身体里面 一起完成 能神给我们的托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